宗门全员都是封批反派 随时走在黑话边缘 准备给女主挨个送头 门派马上要团灭了吗 不慌 小师妹带头开卷 卷进天下人 方为最强先 下一秒 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一只黑色的巨手从石碑下出现 一巴掌把那弟子给拍了下去 请客间 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叶玲珑和叶青玄之外 所有人都呆住且失声了 啊 救我 救我呀 眼看着他被打碎骨头 看着他被恶鬼撕咬 被拖拽 被拉扯着 最后送进了漩涡里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一幕虽然已经见过 但再看一次 还是觉得震撼又可怕 直击人心 这时叶青玄服了服叶玲珑的衣袖 在场的各位大聪明 还要继续找圈圈吗 黑金山的那群人 瞬间浑身僵直 一脸菜色 听到这声嘲讽 大岛上的人很想笑 可又笑不出来 这推杯看起来真的好难好难啊 那个黑金山弟子 被拖走之后 石碑上的符文又一次全面更新 等待着下一个推杯人的到来 这时 顶上的漩涡一道光芒照下来 针就落在落单的思玉辰身上 如愿以偿的思玉辰回过头 对着叶玲珑道 轮到我了 送我过去吧 多谢 这时叶玲珑忽然小声道 大叶子 这局你来 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推的 之前他跟大叶子玩推杯游戏的时候 他一直都是局中人 要思考的东西很多 能关注到的东西就很少 他这次想做一个局外人 看他双方是如何较量的 好 叶清玄随口报了第一个杯 思玉辰迅速地推了第一个 然后再推第二个 第三个 等第五个推下的时候 忽然间整个杯灵光芒大闪 汇聚到思玉辰的身上 才五个杯就结束了 思玉辰一脸惊讶且有些失望 不然呢 叶清玄挑眉 可刚刚裴洛白推了二十个 他足足吸收了二十个石碑的灵气 思玉辰的心有不甘 当场惊呆了包括叶玲珑在内的所有人 这一生要强的大男主啊 叶清玄吃笑一声 想什么呢 未推的石碑越多 最后汇聚的灵气也越多 总体来看你吸收的更多 思玉辰目光一亮 他还未说话 便消失在了光芒之中 被送走了 他刚离开不久 那头就传来了思玉辰的声音 听倒霉 我推了五个杯就来了 而你要推二十个 菜鸡 二十个又怎样 那是我小师妹推的 酸鸡 这五个也是你小师妹推的 傻鸡 那头安静了 连带着这边大岛上的人也安静了 唯有叶玲珑内心的情绪 汹涌澎湃 久久无法平静 五个 大叶子用五个就赢了 而他足足推了二十个 虽然无人知道真相 可他还是很想音音一番 他在大叶子面前都快梳没脸了 大叶子 想什么呢 你年纪还小 未来可期 对哦 我那么嫩 我跟你一个老人家 计较什么 叶清玄眉头一皱 他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 我不是老人家 那你几岁 你比我爷爷大吗 记得他说过 他家祖上81代 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修仙界的 换言之 他爷爷现在顶多也就七八十岁 连百都不过 叶清玄沉默了 叶玲珑心里顿时就乐了 谁说年龄是女人的硬伤 分明也是男人的呀 就在两人玩闹的时候 漩涡投下了新的光芒 这一次又落在了黑金山那些人的身上 这下子又到他们选择 谁去死的时候了 大家目光集中过去 就等着看他们怎么相互内耗 他们剩下的人已经不多 这么一来 人选就变得无比艰难了 既然都是要死 那就从最弱的开始 魏正坤忽然道 我不想再带这个拖油瓶了 他已经彻底没用 说完 他的目光看向了叶荣岳 叶荣岳此时整个人在发抖 一半是因为给魏正坤气的 另一半是因为前程静 他至今无法受毁 拖油瓶 你们当初求我的时候 怎么没人说我是拖油瓶 忘了你们之前那卑微的像狗一样的表情了吗 与我无关 我的化神是我自己突破的 所以魏正坤一直不喜欢叶荣岳 就是因为他轻而易举的造化神 导致他觉得自己之前所有的努力 都像是一场笑话 什么歪瓜裂枣都能上化神 跟他肩并肩了 凭什么 那夫君呢 你也觉得这是跟你没有关系吗 荣岳 稍安勿躁 赵上宇眉头紧皱着 此时脸色非常难看 其实他认同魏正坤说的话 他如今就是个拖油瓶 金丹气的修为 以及损伤的面目全非的身体 就连行动都不行 终日要坐在灵鸟上带着 什么叫稍安勿躁 意思是你也觉得我是拖油瓶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们迟早都要死 那为什么是我先 赵上宇张了张口 不知如何回答 为什么是他先 因为他们现在在想别的办法离开 但若带着他就会很艰难 他不想带了 与其被他拖累 不如让他去拖时间 赵上宇 你要牺牲我是不是 叶荣岳身体颤抖的愈加剧烈了 他撕心裂肺的大吼起来 你真不是个东西 我为了你付出所有 我为了你变成这样 你却要牺牲我 你这王八高子负心汉 你竟然要牺牲我 叶荣岳大吼着 干脆扯掉了 遮挡在脸上 和身上的所有黑色沙巾 下一秒他的模样 露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 在场看见的全都惊呆了 如今的他 皮肤干枯 面容消瘦 就像是一句会冻的黑色干湿 他那双珠子又大又圆 仿佛随时都能从眼眶里掉下来似的 饶事这段时间 见了那么多的鬼 在见到叶荣岳的时候 大家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赵上宇更是吓得后退一步 亮枪了几下 差点站不稳摔一跤 太可怕了 这女人竟然变得这么可怕 要我死是吧 叶荣岳大笑了起来 配上他那副尊容 看起来非常的正名 那就都不要活了呀 他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在那里有一面 他无法收起来的前尘镜 前尘镜里也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就好像背铃顶上的那个 一模一样 这时叶玲珑忽然蹭了一下 站了起来 不对劲 叶玲珑觉得不对劲 是因为叶荣岳此时的双眸 又重新变成了紫色 和当初被前尘镜控制的时候 一模一样 前尘镜里的漩涡 在不停旋转的同时 他们这一片苍穹顶上的漩涡 也在旋转 乍一眼看过去 像是镜子里 映出顶上漩涡的模样 似乎这是两个一模一样的漩涡 他们的后面 通向同一个地方 而他们是也来自同一个人之手 快 全部回到大岛上来 剩下的化神 全部站前面 再往后站原因 把金丹保护在最里头 叶玲珑喊了一声后 大家第一时间执行他的命令 在最短时间内 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他开始在大岛的周围 迅速的布置法阵 他有一种感觉 顶上漩涡吸不走的人 这一面前尘镜 要替他全部吸走 推背弄不死的人 他要借助叶荣岳的疯狂 来全部弄死 像是印证叶玲珑猜测似的 这时 最靠近叶荣岳的那几个黑金山的人 被一股巨大的吸力 拽着往镜子里头吸 魏正坤和赵上宇 几乎被吓风了 他们几个运转全部的灵力 发了风一样的 往碑林的反方向 也就是他们飘来的地方逃走 凭借他们几个化神器的修为 成功地跑出了一段距离 但再往后 他们却跑不动了 他们全身上下 像是被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一样 再怎么用力也无法挣脱 只能尽全力抗衡 不被吸进去 他们拼尽全力挣扎着 力气不够了 便从戒指里摸出丹药来吃 智商的 增加灵力的 暴涨状态的 各种极限的丹药 都毫不吝息地拿出来 一股脑全部吃下去 因为他们此刻是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死神的手 已经搭在了他们的肩膀上 看到这一幕 黑山蒙的其他门派 全都吓傻了 他们趁着叶荣岳 没来得及回头收拾自己 赶紧往叶玲珑 他们的方向跑过去 一过去二话不说 就下跪磕头交戒指 求求你们了 救我们一命吧 我们也被黑金山害得好惨 我们的同门 也都被逼去给黑金山的人 当养分造化神去了 我们也早就不想跟他们一起了 但是我们没有黑岩山的运气 弄不来一个有菩提树的大导 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交给你们赎罪 求求你们救我们一次吧 我们真的不想死 当牛做马都可以 甚至写欠条赦账签合约都可以 只要你们能够救救我们 我们什么都愿意 眼看着他们拼命地求饶 哭得那叫一个昏天枪地 叶玲珑眉头微微一皱 这些人他有印象 从黑岩山跟他们联合开始 就一直眼巴巴地盯着 看来是想路火想很久了 这时 黑岩山的一个弟子走上前来 叶姑娘 放他们上来吧 他们和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 在黑金山面前地位全无 受尽苦难 死伤惨重 让他们一起上来 我保证他们不会作恶 若他们有异心或者作恶事 你们黑岩山的弟子 愿意与他们一起陪命吗 那黑岩山的弟子一愣 不带他们黑岩山 什么事情也没有 若带着他们 他们若有事 黑岩山全责 这可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但他没考虑太久 愿意 那好 我信你 叶玲珑给他们开了一个缺口 让他们上岛 多谢叶姑娘 他们匆匆忙忙地上岛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把收集好的所有人的戒指 全部上交给了叶玲珑 除了武器和一些私人物品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 我们是诚心的 叶玲珑一点头 收下了所有的戒指 送上门的那必须要收 多带四十来个人而已 只要不搞小动作 对他来说区别不大 就在他们收留黑山盟 除了黑金山以外的 最后一批人的时候 叶荣月那一面前尘静 还在跟黑金山的那些弟子们纠缠着 他们想跑跑不掉 前尘静想吸不回 就在这时 叶荣月疯狂地大笑起来 他将手中的前尘静反向一转 前尘静不再吸人 而是从里面飘出了无数的恶鬼 朝着他们倾袭而去 拽着他们拉扯 撕咬 看起来万分恐怖 把他们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 前尘静再次高高抬起 将他们吸入其中 这一次 身受重伤 被恶鬼缠身的所有人 再也坚持不住 被前尘静的漩涡给吸了进去 大量的黑金山弟子被吸收 赵上宇控制不住后退的时候 一秒都顶不住 直接往后飞去了 鬼他妈救你 你这垃圾傻缺狗玩意 你自己娶的女人 你自己去给他送死 别搭上我 魏正坤骂完之后 使劲地扯下赵上宇的手 为此不惜让他撕碎自己的衣服 啊 不要 我要死 我是黑山盟的少主 我不要再死一次 救我 谁救我 我必重金 哎呀 他话都没说完 就被吸入了镜子之中 魏正坤比他好一些 却也没好多少 他也被吸到了前尘静的前面 就差一点就进去了 他转头看向叶玲珑他们 救我 不救我 你们也活不了 我 啊 他也是一句完整的话 都没能说完 就被吸了进去 那一刻 叶玲珑下意识地抬起头 去看顶上的漩涡 在魏正坤被彻底吸入之前 他看见了魏正坤 最后伸出来的手 他的猜测是对的 前尘静里的漩涡 和顶上的漩涡 是同一个漩涡 他们最后 同往同一个恐怖且未知的地方 叶荣岳把黑金山 所有的弟子都吸走之后 他猛地转头 他说完之后 前尘静里的漩涡 朝着大岛吸了过来 叶玲珑早早布置了解戒 虽然匆忙 但还算顶用 身后的弟子没有被吸走 前排的化神和原鹰 在用尽全部灵力 注入解戒之中 共同抵挡前尘静的距离猛吸 渐渐的 他们越来越吃力 脸色渐渐苍白 汗水慢慢增多 就在所有人都心慌慌的时候 叶玲珑忽然开口 唇角一勾 我有一个狠然狠诈的想法 叶玲珑迅速的低头 去摸自己的戒指 把所有囤积的火焰符和爆炸符 都拿了出来 总共几百张的数量 他跑去找到莫洛林 将这一团融合在一起的爆炸符 和火焰符交给他 让他短时间内 用材料做一枚火焰炸弹 莫洛林材料很多 拿到火焰符和爆炸符的融合体之后 迅速的打包 制作 最后出了一枚 足足有一个手掌心 那么大的圆球 和一个弹丸大小的球 小师妹 这两个球都给你 大球会炸 小球是双生球 我在大球里面放了一个 只要你毁掉外面这个球 大球里面的双生球就会爆掉 就能引爆里面的爆炸符和火焰符 叶玲珑忍不住朝着师姐竖起了大拇指 关键时刻 师姐最靠谱 于是他拿着大球和小球 高兴的出发了 他在自己做的结界上面 开了一小个口子 把那一枚大球从口子放了出去 然后迅速的关闭这个口子 看到他的动作 以及急速被前程镜的巨大漩涡 给吸来的球 叶荣月瞪大了双眼 他还未来得及做反应 前程镜已经把球吸到了面前 眼看着马上就要吸进漩涡里了 叶荣月一颗心 提到了嗓子眼上 因为吸力太强 导致球飞得太快了 快到他根本必无可避 就在那一刹那 叶玲珑捏碎了手里的双生球 然后露出一抹很燃很炸的笑容 送你一份大礼 让你感受一下 现代科技与远古修仙的结合体 不 不要 叶荣月自眼欲裂的疯狂大喊着 轰个一声巨响 一团火焰爆了出来 两百多张符纸的威力一起叠加爆炸 巨大的火焰瞬间铺开 超强的能量在一瞬爆发 带来一场强烈的冲击 使得整个空间都在强烈的震战 而叶荣月连同他手中的前程镜 一起被冲飞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一个小小的残岛之上 直接把残岛给撞裂了 裂了 但没有完全崩毁 趴上面的叶荣月一大口血吐了出来 他胸口被炸开了一个大破口子 他的身上身下全是血 血液流入残岛的裂缝之中 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是 他的血不是鲜红色的 而是红黑色的 而且看起来黑化的程度很严重 可见他一直被前程镜所反噬 他除了模样变化之外 身体也在变化 他快要变成怪物了 可即便是要变成怪物 他也没舍得丢弃他的前程镜 看到前程镜在他前方不远处落地时 他拼近最后一口气爬过去 他伸手拿回了镜子 他放在手中 脸上露出了一丝 视而复得的笑容 然而笑容还没铺开 就凝固在了脸上 因为前程镜的镜面碎了 碎裂之后 里面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他变成了一面普通的镜子 不 不 我的前程镜 我的前程镜不能毁 他是我的所有 他是我的一切 他激动地喊着 手里的前程镜却忽然被抢走 他抱了个空 他猛地抬起头来 看到叶玲珑不知何时 已经落到了他的面前 你喊给我 你这贱人 抢了我那么多东西 你现在竟然连前程镜也要抢 叶玲珑蹲下身体 将前程镜的镜面 对到了叶玲珑的面前 你之前是不是没见过自己 现在是一副什么鬼样子 那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看仔细了 第一次看到自己尊容的叶玲珑 吓得疯狂尖叫起来 不停地捂着自己个脸 啊 啊 不是 这不是我 这怪物不是我 你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这一面前程镜 是吧 自从得到他了之后 你开始知晓各种宝物所在的位置 你开始懂得 清玄宗弟子所有的弱点和秘密 他告诉你你是一个有大气韵的人 你会在他的帮助下步步登天 飞升成仙 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叶玲珑猛地看向叶玲珑 你怎么知道 叶玲珑还未回答 叶玲珑又吼起来 不对 你在炸我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会回答你 你把前程镜还给我 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你若碰了 叶玲珑直接打断了他 吏声道 我已经碰了 而且把他给碰碎了 叶玲珑惊又呆滞地看着叶玲珑 不 不可能 告诉我 从这里面你得到的信息 是不是都只是清玄宗弟子的秘密 这一点之前 叶玲珑从丘陵雨口中得知 他有一面前程镜的时候 就有这个想法了 但是当时只是怀疑 没有得到证据证实这一切有关系 直到今天 他重新提出了这个猜想 为什么清玄宗人人反派 挨个给叶玲珑送头 换一个角度想 是不是叶玲珑只能获得清玄宗弟子的秘密 从而抢走他们手里的法宝 逼他们成为反派呢 再换一个角度想 为什么是清玄宗 而不是别的宗门 是因为清玄宗本身收徒的目的就不纯粹 是吗 清玄宗不过十多个弟子 每一个都天资出众 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除非有人故意把这些天才收集在一起 可收集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 之前谁也想不明白 直到今天 直到这个福岛陷阱走到的最后一步 他好像懂了 把他们集合在一起 就是为了毁灭 毁灭下修仙界的未来 让下修仙界失去反抗能力 在灾难来临的这一刻 整个界面沦陷的这一刻 无人能站出来救援 真的是好大一盘棋啊 若是他没有传书 叶荣岳一个人 毁掉所有下修仙界的天才之后 后面的剧情应该就不会有这个福岛出现了 因为幕后之人便可以轻而易举的 让鬼魂侵占下修仙界 没有意外 没有变数 无人拯救 就是因为他的传书 救了所有的师兄 才使得这天将福岛出现 将所有的精锐和天才困在这个岛中 将他们杀死或者童话 已绝后患 所以那一只出现在清玄宗 出现在福岛上的水蓝色灵鸟 其实是幕后之人监视他们一举一动的一双眼睛吧 否则怎么会一切都那么巧合 他们做什么都会引发新的灾难呢 叶玲珑苦笑一声 师父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叶荣岳听到这问题愣了一下 然后露出了一抹近乎癫狂的表情 你们清玄宗 可笑 真的太可笑了 哈哈 他扫了一圈 发现聚集过来的人已经不少 于是他便大喊大叫起来 你们知道自己有多蠢吗 一个个的相信他们 拥护他们 把他们当作神明 当作救世主 可你们都知道他们背地里是些什么东西吗 都给我听清楚了 他们清玄宗全员都是恶人 都是可以途径这世界的恶人 不信你们等着看 看看裴洛白如何杀人如马 看看沈黎贤身负妖 叶荣岳话音未落 一把缠绕着红色光雾的剑 便戳进了他的心口里 别喊了 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相信你的人早就死绝了 现在轮到你了 叶玲珑说完 面无表情的把红颜狠狠的一旋 在他的心口处转了一个圈 将他的心脏全部搅碎 啊 你 我 才是 叶荣岳瞪大了双眼话没能说完 便已弃绝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死死的盯着叶玲珑 盯着这个夺走他一切的人 直到生命彻底终结 叶玲珑丢了个清洁术后 收回了红颜 热闹看完了 都回去吧 大家都站一块 光芒无法落在单人身上 主动权就能把握在我们手中 听到这话 大家迅速地回到了残岛上 一点迟疑都没有 就连最喜欢挑刺的柳元旭 都没有对叶荣岳最后的话 产生一丝信任 其他人更没有把他当回事了 他作恶多端 坏事做尽 背叛宗门 背叛联盟 甚至背叛人类 这种人死不足惜 叶玲珑将破碎的前程镜捡起来 放入了戒指里 虽然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用 或许可以用来指认师父 好大一场骗局啊 叶荣岳是真心实意 以为他无所不知 所以他说他是大气运者 说他会登顶巅峰 他全信了 就由着前程进摆布 也不知道临死之前领悟没有 总之也挺可悲的 不过 师兄 师姐 他大喊一声 同门的不同门的 全都回过头来 我立的flag完成了 怎么说呢 小师妹说话总是这样奇奇怪怪 词经常听不懂 但意思永远清楚明白 太好了 小师妹的脑袋不用砍下来 当凳子做了 陆白威接到 这下人群里发出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不是吧 叶玲珑这样的人物 也会拿砍下脑袋 当凳子做这种话来发誓吗 这要是杀不掉 他会不会真的砍 砍了给谁做呀 谁敢做呀 你这么一说 我也很好奇 他年纪小 脑袋也小 一般人应该也做不上去 叶玲珑兴奋的表情 就这么 在大家稀稀苏苏的讨论声中 当场裂开了 这时 陆白威总觉得气氛不太对劲 于是他跑过来 抱着叶玲珑的手臂 敲咪咪的问 小师妹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五师姐 没有三间店铺 无法治愈我受伤的心灵 以及弥补我受损的声誉 陆白威犹豫了一下 可是我不确定 我手里还有没有店铺 不过问题不大 如果没有了 我就去跟罗言中借 上次他跟我吹牛的时候 一不小心 把他手里有好多店铺的事情 说漏嘴了 叶玲珑神色一正 那岂不是 又多了一个薅羊毛的对象 妙哉妙哉 就在他刚刚成功杀掉叶玲月 心情极佳的时候 忽然间 碑林里的鬼魂动了起来 推杯时间到了 万鬼出动了 谁去推杯呀 快快快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 穿过万千鬼魂 冲到了杯林前面 推掉了其中一个石碑 推杯的那一瞬间 万鬼重新归位 一切重归平静 其他人输了口气 赶紧跑回到菩提树下等着 二师兄 你好大的胆子啊 我都没告诉你 推哪个 你就敢去推了 沈黎贤回过头 对着叶玲珑露露出了一抹骄傲的浅笑 最大的规则是没有规则 我好像摸到了一些门道 至少 第一个石碑 无论推哪个 都是可以的 叶玲珑点了点头 不愧是要赶在大师兄之前上练续的二师兄 天赋果然与众不同 沈黎贤不笑了 要夸就好好夸 小师妹为何总是阴阳怪气 那不如下一个也由你来推 沈黎贤一正 很刺激哦 那我试试 于是 在大家惊奇的目光之下 沈黎贤真的推下自己的第二个石碑 他竟然也会了 天哪 真的是全靠一个物字吗 这也太离谱了 明明什么规律都没有 竟然还真的有人能误导 这也太高深吧 这是什么样的修行和学问啊 我可太好奇了 沈黎贤一连推下了四个石碑 在即将要推下第五个石碑的时候 回过头去 对着叶玲珑无奈一笑 小师妹 我应该没办法在规定时间内 推算出下一个了 叶玲珑刚想说 没关系 第一次尝试能推四个已经很厉害了 谁知 最后出口的内容却变了个样 丢人现眼 忽然被嘲讽的沈黎贤 又来了 这又凶又毒 又毫不留情的小师妹出现了 没想要嘲讽的叶玲珑 大叶子 大师兄已经被你祸害的魔障了 放过二师兄吧 直接跳第七排第四个 叶青玄说完之后 沈黎贤思考片刻 然后瞪大了双眼 恍然大悟 在小师妹的实力面前 我确实丢人现眼了 叶玲珑挠了挠额头 其实 也许 二师兄你倒也不必 算了 沈黎贤成为了第三个越过碑林离开的人 紧接着大岛上三百多号人 一个个的走过去推杯 叶玲珑不停地使用她的灵魂力 不停地推演 不停地运算 她的速度越来越快 精准度也越来越强 一直到她累得虚脱时 她才会歇一会儿 让大叶子替她来推一下 她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 也许是十天 也许是半个月 也许更长 从一开始要花二十几步 到后面 只用花十步出头 就能赢下对方 虽然一直没能接近大叶子五步的记录 但她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力上升了一个台阶 九霄神魂诀 第一层已经到大圆满了 她成功地把三百多号人 全都送出杯灵 最后只剩下她自己 尽管很疲惫 但是她觉得非常满足 大叶子 我怎么觉得这地方 分明是一个绝佳的灵魂力 锻炼场所 而且赢了还有灵气奖励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也是绝佳的修炼场所 而不是一个专门设计 来弄死人的陷阱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历练地 它的存在 就是用来给弟子们获取资源 修炼各方面的 只是后来 被人强行揭露了鬼界的力量 改成了一个陷阱罢了 她本身设计的一切初衷 都是为了历练弟子 叶玲珑一正 揭露鬼界 是 我感受到了鬼界的气息 你说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历练地 那为什么之前没见过她 她来自上修仙界 上修仙界 应该是那个人用某种方式 把上修仙界的这个历练的送了下来 叶玲珑点了点头 怪不得这里灵气浓郁的 不像是下修仙界该有的地方 还有那些妖兽 全都是化神起步 能不能突破十步 叶玲珑信心满满地跳了上去 迅速地选了第一块十杯 虽然说第一块十杯选哪块都可以 但其实第一块是最重要的 她是后面所有的起点 选对了才能把部数控制得最少 她一路推过去 看到对方推下第九个杯的时候 她顿时眼睛一亮 面上露出了非常欣喜的神色 大叶子 我破纪录了 我推十块能结束这一场了 嗯 你很厉害 比你那些师兄优秀多了 大叶子夸就夸 为何总是拉财 大叶子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我的师兄呢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可我明明有很多时候没做好 也没见你言辞这么犀利呀 我觉得你需要更多的鼓励 那他们呢 跟我没有关系 懂了 没有针对他的师兄 就是只照顾他一个人 叶玲珑点了点头 然后咧嘴一笑 做得对 我这颗玻璃心就只爱听鼓励 说完 他十分激动地抬手推下第十个杯 大叶子 我赢了 嗯 你赢了 大量的光束飞起 会入到他的身体里 他感觉到全身的灵气都很充裕 充裕到他甚至可以原地突破的程度 他正心情愉悦地等待着和大家的见面 这时 忽然间整一片天地震战了起来 他笑容一僵 迅速地睁开双眼 回过头的时候 发现整个杯林全线崩毁 而苍穹顶上的巨大漩涡 不知何时开始了反转 怎么会这样 你好像触动了机关 什么意思 我每一步都跟别人是一样的呀 嗯 大叶子硬了一身后 叶玲珑马上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推杯 不一样的 就是他这个人啊 他在我身上放了标记 只要我推杯成功 机关被触发 漩涡倒转 原本吸收一切的漩涡 就会从鬼界那边降落下 什么恐怖的东西来摧毁一切 叶玲珑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 他一直在观察 他知道我是所有人的核心 知道我所有事情都第一时间顶在前头 所以他猜测推杯的时候 我会第一个打头阵 如果是这样 其他三百多号人还在这里 就能够达到他想要的 团灭所有人的目的了 可惜你总是出乎他的意料 他没想到你会选择最后一个走 所以你救了所有人 苍穹顶上的漩涡动静越来越大 恐怖的声音不断加剧 阴风使劲地在吹 恍若世界末日降临 而在这末日降临的时候 世界只剩下了他一个 你是最大的变数 他永远猜不透你的想法 这才是你一路赢下来的制胜法则 叶青玄声音刚刚落下 一个巨大的鬼王 从漩涡之中降落了下来 他巨大的身体 他强大的气息 以及他已经完全实体化的身体 都说明了 他的实力在化神之上 至少炼虚 炼虚等级的鬼王一旦降临 金丹和元英根本就顶不住 那三百多号人 差不多都要死光 叶玲珑的心狂跳了起来 在鬼王面前 他显得那样的渺小孱弱 没有了化神器的师兄 没有任何一个人帮忙 他该怎么应付 这接近炼虚的鬼王 大叶子 嗯 如果我死了 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气身之处 你不会死 叶玲珑一愣 为什么 我不挪窝 为了我你必须得活着 可我没有办法对付炼虚气的鬼王啊 你有 我没有 那我们一起死吧 叶玲珑把心一横 彻底豁了出去 他是真的有办法 但是代价他无法预料 他把招财从戒指里取了出来 小师妹 你怎么还不过来 你那边是什么声音啊 听着好奇怪 不太对劲啊 不可能吧 你把我们一个不辣的送过来 推了几百回了 轮到自己的时候会推错 叶玲珑深吸了一口气 大声回应 我没事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你们等我 回应的话音还未落 那只炼虚气的鬼王 就一爪子拍了过来 当场就把挡在他前面的招财给拍飞了 招财撞到空间之上 摔得十分难看 招财 叶玲珑惊叫一声 那炼虚气的鬼王解决了招财之后 便朝着他抬起了爪子 炼虚气的攻击 仅有金丹修为的他 就像是被锁定了一样 根本无法躲避 眼看着那一爪子马上要拍下来 忽然间他眼前闪过一个黑影 招财迅速爬起飞过来 挡在他的前面 被这一爪子拍飞 再一次摔在了空间壁上 准备给他继续抵挡 他两步上前 抱住了招财的身体 招财 招财回过头 对他露出了一抹呆呆的表情 好似在安慰他 他贴着招财的背 深吸一口气 认真且郑重地对他说 招财 我该放手 让你做回你自己了 招财还是和之前一样愣愣的 什么也没听懂 但他身后的叶玲珑已经开始行动了 当年他造出招财后 为了能够稳定控制招财 用了大量的鬼魂系符纹将他封印 把他的大部分力量封印了起来 后续他在吞噬大量鬼魂的过程中 实力在不断地增强 但尽管如此 他身上的封印仍然起效 一直把他的实力压在三层状态 如今要打赢那只炼虚气的鬼王 只能把招财身上所有的封印解除 将他当年一张张贴上去的符纸 一张张全部亲手撕掉 将他转写上去的符纹 一个个全部毁掉 把招财身上所有属于他的桎骨 全部解除 或许那个时候 招财的鬼性也会回归最初不受控制的状态 他身上没有了自己的印记 是否还能记得自己 叶玲珑真的不敢说 因为要让招财通人性真的很难很难 好不容易有一点点进步 风意一解 鬼气大涨 鬼性回归 招财可能就再也不是招财了 万不得已 他不愿意走这一步 可真真正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忽然想 那才是真正的他呀 他有权利做回他自己呀 于是 他不再留恋地动起手来 迅速地毁掉了招财身上所有禁锢的枷锁 最后一张扶纸撕掉的那一刻 招财的身体骤然暴涨 强大的鬼气从他身上迸发了出来 他的出现气势比对面那只丝毫不差 甚至还占了一点点上风 炼虚气撕掉了所有禁锢的招财 修为已经达到了炼虚气的地步 他还在震撼着的时候 招财忽然发出了一声凶狠无比 又气势强大的嘶吼 请客间朝着那只炼虚气的鬼王冲了上去 可见他真的不甘心 一直挨揍 一直孱弱 他心里头也憋着一股怒火 如今恢复实力 可以彻底宣泄出来了 眼看着他们打了起来 强大的鬼气攻击四处乱飞 余波余震让他这个小金丹难以招架 叶玲珑迅速地从戒指里取出了红颜 切换散形态保护自己 两个练虚气的打架 弄得整个空间地动山摇 弄得整个世界摇摇欲坠 石碑已经全部损毁 空间还在不停剥落 叶玲珑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好强 之前觉得华神已经足够强悍 如今亲眼看到练虚气干架 才发现华神也不过如此 红颜只有一把 若是那三百多号人还在这里 少说也得死一大片 鬼王和鬼王的打架 没有什么花里花哨的招式 他们更多的是撕咬和鬼气的比拼 观赏性不强 但动静超大 大到另外一边的人全都听见了 而且听得那叫一个心惊肉跳 小师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怎么没过来呀 你听得到吗 给个回答呀 二师兄 我没事 是招财在打架呢 我躲角落里观战 叶玲珑趁着现在有空 把情况简单 跟他们介绍了一遍 喊他们不要担心 但他们完全不听 招财在打架的时候 他们也在自己耳边一直叨叨叨 就怕听不到自己什么时候不回应了 原本他有那么一点害怕 也有那么许多失落的 但他们实在是太能叨了 叨得他什么情绪都没有了 招财和那只鬼王越打越激烈 越打越凶悍 对方的撕掉了招财的一只手 招财则则直接咬掉了对面半个头 当对面撕开招财的胸膛时 招财直接把吞掉了对方半截身体 吞进去之后 那半截身体竟然在招财的体内闹了起来 将他从里边撑开 穿透 撕碎 看到招财痛苦大叫的样子 叶玲珑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都叫你不要总是那么贪吃了 你怎么就不听呢 怎么办 大叶子 我有没有办法帮帮招财 再这样下去 他会被撕碎的 叶玲珑紧张的说完 叶青玄还未回答 招财先回过了头来 目光正好看向他所在的位置 叶玲珑愣了一下 还不带他反应 招财又转回头去了 像是在回应他的话似的 他竟然张嘴 把对方的另外半截也吞了进去 叶玲珑蹭了一下站了起来 故意的吧 招财这倒霉孩子是故意的吧 每次不让他吃他就拼命的吃 每次叨叨完他 都要吃个更过分的给他看 现在的孩子怎么那么难带啊 永远不听他带爹的话 他正气的火猫三丈的时候 招财痛苦的熬叫着 他伸手往自己的身上戳 明明危险 但为了赢下对方 他宁愿两败俱伤也要全部吞掉 吞下去控制住 他就赢了 随着体内的动静和反抗越来越小 一直到最后没有了动静 招财再一次缓缓转过头来看着他 那一瞬间 他肚子动了一下 从里面伸出了一个鬼爪 招财将鬼爪直接掰断 重新吞入口中 然后抬起头来 对着他歪了一下脑袋 似乎在说 我赢了 在叶玲珑还在发愣的时候 招财忽然低吼了一声 用极快的速度 带着极强的气势 冲到了他的前面 眼看着就要撞向他 然后将他一口吞没 叶玲珑攥紧了手里的红颜 犹豫着最终还是没有抬起来 挡在自己面前 解除了所有封印的招财身形 巨大无比 冲到他面前的时候 像一座小山一样 趁得他格外的渺小 招财在他前面停下 没有冲撞他 没有吃掉他 但也没有像从前那样 低下头来 让他摸摸 懂了 还记得 所以不会伤害 但鬼信回归 他也不再受他治骨 他成为了一只 真正强大且骄傲的鬼王了 叶玲珑心头的失落和难过 迅速的蔓延 正准备泛滥的时候 忽然间 招财拧掉了自己的脑袋 然后招财将脑袋 双手拖着 送到他的面前 他脸上露出了一抹呆笑 和之前穷摸摸的时候 一模一样 叶玲珑惊悚地看着招财 在那一瞬间他又懂了 招财还是那个 喜欢穷摸摸的招财 只不过长得太高 吃得太撑 肚子太远 脑袋根本滴不下来 所以 他干脆拧下来 吃饱喝足 又兴奋无比 且正在邀功的招财 带爹 快摸啊 所以 他之前所有的失落 全都摆下了 招财还是那个傻缺 又呆二的招财 他直接抬起一拳头 敲在了他的脑袋上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吃那么多 你看看你 又变成了一个球 招财被骂之后 立即露出了一抹委屈的表情 看起来好可怜 叶玲珑顿时心头一软 还是他的好大 算了 你回棺材盒子里去消化 叶玲珑说完之后 忽然意识到什么 招财一脸疑惑的看着他 不是要回去吗 怎么没抓走 你已经自由了 你是我最乖最好的大宝贝 不需要再回到 那个禁锢你的地方去了 招财头一歪 没听懂 我是说 以后你可以和太子 以及胖头一样 想出来玩就随时出来玩 你是我家的大宝贝 你又棒又强又乖巧 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 我以后去哪 都可以带着你 招财眼睛一亮 听懂了 就是说 可以随时出来吃东西了 太好了 招财转了个圈 抱着他的脑袋 高兴的像个二傻子 转完之后发现 鬼是自由了 但鬼魂也全都没有了 哦 又要伤心了 招财正沉浸在 他的小情绪里面 叶玲珑也没管他 转回头去查看 这里的情况 看看怎么去 跟其他人会合 这时 他忽然发现 崩落的碑林里面 竟然还有一个石碑 是立着的 而那个石碑正好就是 所有人离开的情况不一样 他还在原地 没有被传送走 此时 苍穹顶上的漩涡 忽然有了变化 他缓缓地转动着 一边转一边缩小 最后小道 几乎看不见 直到消失在 叶玲珑的视野之中 如果说这漩涡 是连通鬼界的入口 那现在是不是意味着 福岛和鬼界的入口 彻底关闭了 是 叶青玄肯定地做了回答 叶玲珑一正 只见天地之间的黑雾 渐渐地消散开来 久违的蓝天 得到浓郁的灵气 重新回来了 他缓缓地放下 遮挡太阳的手 看着天空之上温暖的阳光 露出了一抹微笑 小师妹一声声呼唤 从身后传来 叶玲珑转过头去 看到了被送走的那三百多号人 他们终于会合在一起了 小师妹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我都说了 是招财打架 又不是我打架 我能有什么事 要有事也是招财 招财 叶玲珑惊一声 猛地转过头去 只见被剧烈阳光照射的招财 此时正浑身发烫冒火 他二话不说 又心疼地 重新把招财 收回了棺材盒子里 收进去之前 还数落了他一顿 叫你别吃那么多 你的斗篷被撑脱了 这下没有东西 给你遮挡阳光了吧 叫你吃 招财委屈地熬了一声 叶玲珑又忍不住心软了 先回盒子 等我给你重新做好一件 你再出来吧 招财高兴地 先把自己的头塞了进去 然后自己也钻进去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有人问了一句后 叶玲珑开始环视四周 鬼界的入口消失之后 福岛如今大变了样子 鬼气和鬼魂全然消失了 但之前崩落的那些山川土地 没能恢复原样 他们现在站在和之前一样的残岛之上 只不过 这一次残岛的下面不是无尽的深渊 而是变成了大海 下修仙界东方卫降临福岛的那一片大海 除了大海 他们还能隐约看到一个巨大的结界 包围着他们 他们尝试了好几次 上天入地横飞 还是无法飞出残岛 鬼界的入口消失了 之前封锁福岛的结界还在 叶玲珑看着这个坚固又强大的结界 叹了口气 问题不大 这个在我的专业范围内 我慢慢研究吧 在此之前 大家调一个自己喜欢的岛 好好修炼 不要浪费了这里的灵气 其他人听到这话纷纷点头 最难的时候都过来了 最后这点不算什么 等一段时间也能等得了 甚至他们还想多留长久一些 毕竟这里的灵气是真的很浓郁 于是 叶玲珑挑了一个他喜欢的岛 飞了上去 然后朝着他清玄宗的同门招了招手 大家都集合过来之后 叶玲珑便把他对前程镜 以及师父话修远的猜测 全都说了一遍 听到的时候 大家都很惊讶 但也有不少同门觉得 是在意料之中 但这里面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 裴洛白道 你说师父把我们集合在一起 又把我们的信息 通过前程镜 透露给叶龙岳 让他来收割我们 是为了杀死下修仙界所有的天才 可如果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再说我们入门的时候 直接就杀了 用这样的方式 不但费尽周折 而且还失败了 叶玲珑挠了脑脑袋 有没有可能 因为他是打不过 你们忘了 他只是个小金丹啊 好 就算他打不过我们几个男弟子 可是你们几个女弟子呢 你入门的时候才练气 他杀你易如反掌啊 而且这个布局时间至少十来年 他若早有计划 可以在我们都是住鸡的时候 就杀我们啊 叶玲珑又挠了脑脑袋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在修仙界 受到很多限制 修仙界的目的是什么呢 总不能只是心理变态吧 如果是为了寻仇 他可以找精准的目标啊 叶玲珑忍不住又挠了一下脑袋 他答不上来了 沉默了片刻之后 他又导 可种种迹象证明 以及直觉告诉我 这是师父的手笔 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不是为了杀死下修仙界所有的天才 也许不是为了毁灭下修仙界 也许他还有别的目的 这话倒是没人反驳他了 福岛上的灵鸟 聚集在一起的天才 以及叶玲珑手中的前尘镜 种种迹象表明 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师父一个人 可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便不得而知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之后 话题无疾而终 叶玲珑的残岛上就剩下了他自己 这时他又拿出那一面碎裂的前尘镜来 忽然间他看到了什么 咦 叶玲珑之前没有仔细看过 现在放在手心看的时候 忽然间觉得这前尘镜的手柄上 那几个古老的文字有点眼熟 这三个字好像是 叶清玄 我的名字 叶清玄忽然开口 叶玲珑愣了一下 他拿着镜子翻来翻去 看了好几眼又继续补充 看这个字迹 应该是我亲手刻上去的 这面镜子是你的 准确的说应该是我打造的 但送给了谁 或者被谁捡走 偷走 买走 那我就不清楚了 这面前沉静竟然是大叶子亲手打造的 怪不得这么厉害 但他的东西怎么会跟师父有关系呢 叶玲珑一愣 清玄宗 叶清玄 大叶子 你该不会是我们清玄宗的开山老祖吧 开山立派 教化众生的人 对哦 大叶子这个性格 怎么看都不像 是能耐心传到授业解惑的人 与其说他有可能是师尊 还不说他像是个一世独立的神奇 或者目空一切的魔头 他几乎对一切事情都不关心 不在乎 别人失忆了 都会倾尽全力找过去找自己 但他没有 他甚至不好奇 大叶子 你有没有想过寻找你的过去 没有 为什么 看你每天傻里巴唧的也很有趣 他傻吗 他哪里傻了 他分明那么机智 大家都在惊叹 他那令人望尘莫及的智商 大叶子 你在损我 嗯 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 要么哭两声我听听 我还没见过你哭哭唧唧的样子呢 说完之后 叶清玄便嘀嘀地笑了起来 尽管出口的是自己的声音 但确实听着就很欠揍 叶玲珑翻了个白眼 不理他了 他继续低头研究前程镜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就在这时 叶清玄忽然接管他的身体 把前程镜给翻平了 翻平之后 他把裂开的碎片重新摆整齐 前程镜能倒映鬼界之门就算了 为什么还能映出清玄宗的画面啊 他问题刚刚问完 前程镜的镜面又一次碎裂了 变回了原来普通镜子的模样 怎么又碎了 不是又碎了 就没修好过 我刚刚只是随手一摆 用灵力让他露出原本的模样 现在灵力效果过去 就又没了 那这面前程镜你能修好吗 不能 我没有材料 这些材料看起来下修仙界没有 叶玲珑的小脸顿时一垮 算了 先把前程镜收起来吧 他叹了口气 真准备继续研究破除结界的办法 这时 他忽然想到什么 他蹭了一下站起来 找到二师姐三师姐和四师姐 怎么了 小师妹 我们该补货了 三个师姐一愣 然后恍然明白了 迅速地点了点头 之前辅导鬼话的时候 大家每天都想方设法地活下去 现在已经成功活下去 接下来就要计划一下未来了 而计划未来是需要成本的 于是 他们又开始了 干起满地捡钱的火迹 人工制造的灵气珠用完了 是该大量补货的时候了 当初在九华山搭建的法阵材料 他们都还留着 就为了有一天能再次使用 于是 他们在这辅导的结界里头 又重新搭建了一遍 他们搭好了之后 叶玲珑跳到了位置最高的残岛之上 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 各位同道 我们已经受尽了灵气枯竭的苦 所以都知道灵气有多重要 尤其是身上有可以携带的 稳定的灵气非常重要 于是我决定 再次利用这辅导里的灵气 制作新的灵气珠 这话说完 大家都愣愣地看着它 竟然要制作新的灵气珠吗 这东西谁用谁知道 超厉害的 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又从人群中发了出来 上次九华山的灵气被吸光了 原来是你们清玄宗干的呀 那这次你们把这辅导里的灵气吸干了 我们的修炼怎么办啊 质疑一出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柳元旭 眼神里全都带着刀 又开始了 这人又开始搞分裂了 不是 原本自己可以利用的灵气修炼的 一下子被人吸光了 大家就没有觉得自己吃亏了吗 你们才是中了毒的那个吧 去呗 反正要不了多久就要离开了 结界一开 这里的灵气也会消散 这几天时间也吸收不了多少啊 完了 说错话了 我知道你觉得我把灵气全都拿走 不公平 我也没说做成灵气珠之后 全部据为己有啊 在座的人人有份 不会落空 这样你们也不必担心 这里的灵气来不及吸收 以后你们可以慢慢用 夜灵龙道 夜师妹 这一路走来 你不曾亏待过我们 我们对你没有质疑的 你不用担心 是啊 你就是要我的命 我也可以报答给你 何况这点灵气呢 这人好烦啊 能不能以后单独出列 自己走一路啊 一天天的唱反调 简直了 柳元旭后退了几步 默默的垂下脑袋 不断的默念 忘了我忘了 我忘了我吧 夜灵龙被他这样子给逗笑了 要长久保持 这种人设不公趴 也挺不容易的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我就开始了 很快 正法在十个化神 一起注入灵力的一瞬间启动了 大约花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整个节界内 浮导的灵气 全部被吸了个干干净净 结束之后 夜灵龙给每个人 分了三枚灵气珠 到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非常惊喜 且不迫不及待开始尝试 尝试之后 发现里面的灵气 好像比之前购买的灵气珠 还要浓郁 小小的空间 存储了更多的灵气 赚大了呀 果然跟着叶子姐 混好处不断 惊喜连连 第55集完 第5集完